我是一個瘋子 我很熱愛我的生活 我聽我內心自己最真實的聲音 我一直說我是金句的窗 我不是全部 我更在乎的是 我是一個舞台藝術的一個表演者 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夠追求到 自己認為自己覺得非常滿意的時候 如果說現在大家都覺得我是一個瘋子 那麼我離天才到底還有多遠 不要把自己去投射到角色裡邊 不同我覺得是我的特點不一樣 琵琶對於我來說就是 我身體的一部分吧 是我的一個延續 女性自利益 一起相約2021廣州大局院女性藝術展 我覺得琵琶對於我來說就是 我身體的一部分吧 是我的另一個器官 是我的一個延續 在我的學習過程中 我從來沒有覺得戀琴有多苦啊 或者是在這個衣服上有多難 我就是覺得都是特別幸福的一件事情 包括小的時候戀琴也是 到現在為止 如果大概兩三天沒戀琴 我就開始心慌 然後晚上就開始做噩夢 就是對於戀琴是一個我最依賴的一件事情 和最安全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經常也會有人說 在舞台上看我演奏 就是說人情合一 就是我的蘇的情緒都可以 沒有什麼障礙地通過琵琶來傳達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琵琶這個樂器本身 因為它也由於它表現力非常豐富 所以我也很慶幸能夠選擇 學這樣一個樂器 所以我覺得雖然它是一個 非常有符號性的 中國的民族樂器 但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表達 也是極具 就是非常定義準確的 一出聲音你就覺得馬上它是中國的 因為中國節呢 應該是我上年以來組抓的 然後第一部大型的 應該叫視聽練會 因為我本人其實是很喜歡 比較綜合性的表達 和跨越國際化的表達 但是呢因為我覺得中央民族樂團 它這個隊伍是非常的表現力很豐富的 但是我不想通過演員的外在表達 來表現音樂 而是希望通過音樂來表達音樂本身 通過我們的契樂說話 而不是通過我們的嘴說話 這還是我希望能夠堅持的 除非這個畫是音樂的一部分 純表演呢是另一種形式 在這一部劇裡 我希望它是用音樂來表達故事 要有一個故事的範本 我們到底用音樂講什麼故事呢 因為我覺得人的一生呢 就是這個每一個一年一年一年的 連在一起就是人的一生 那麼我們這一年呢 都是不同的節日組合在一起的 每到不同的節日來了 我們就可以去不同的風俗啊 不同的這個吃啊喝啊玩啊樂啊 和講究啊和要做的一些事情 風土人情 所以我就想可以用這種音樂來表達 從元宵節 從這個拆燈迷啊吃元宵啊 這種一直做到春節 我們的一生呢 就是一年一年組在一起的 讓中國的老百姓 看見這些節日的時候 也覺得哇祖先真的很了不起 我們有這麼多的故事 我們真的是偉大的一個民族 你首先是要先把傳統學好 因為如果你沒有根基的話 創新的話 它只是非常皮毛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在創新的時候 你就會回來再去審視傳統 你發現哎 原來老祖宗這麼厲害 因為從小你又舉個例子啊 從小學春江花月夜 學十面埋伏 我恨不得從八歲九歲就會談吧 十面埋伏 然後春江花月夜 一直談到現在 四十多歲 你越來越覺得啊 原來老祖宗這麼厲害 到現在無人能及 無法超越 就是因為它是中國的文化 是那種大浪淘沙 因為它不是譜子往下傳 它是口傳新手 這個作品它有多麼大 強大的生命力 它的多麼的了不起 有意思 才能一代一代一代 上千年的傳到現在 所以這個中國的十大明曲 每一個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為它身後加在 就這麼上千年的歷史 那麼作為當代的演奏者 你要有當代的聲音 你要有你留下的你的印記 你要把這個時代的你的感受寫出來 所以我覺得要學傳統 這個傳統它不是冰在過去的那個傳統 它是變化著的 一直變化著的 流傳到現在的一個傳統 所以我們在學它 再加上我們的想法 再接著往下傳統一傳 可能它又沒有生命力 所以很快就人家忘了不會談它 但是如果它好的話 它再還會繼續往下 繼續傳 所以傳統跟手中創新的關係 它其實就是一脈相承 它就是從來沒有間斷過 它就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呢其實跟故宮還有一個項目 叫做故宮之聲 也就是呢 在故宮里還原二十四節起 二十四節起的聲音 在故宮里的雨聲 小雨那天的雨聲 大雪那天的雪聲 故宮的貓聲 那就是故宮的草 葉子 它身邊是能夠記載和 就是還原當時的那個場景 當你就是如果閉上眼睛 聽聲音的時候 你的想像力會被打開 音樂之所以高低 就是因為它太抽象 你抽象的時候 你的想像力會無限地被激發 所以因為你看到的美 總是有邊際 無論你看到什麼 它都是有解像的 那想像力是沒有邊際 所以我們想做一個故宮之聲 就是聽著聲音 你就把這個故事聽過來了 我的母親對我 我覺得是我人生中永遠要學習的一個榜樣 一個真正的女神 我母親是上海人 然後她非常的漂亮 在我認為的所有女性的所有優點 她全部都具備了 她年輕的時候是女一號 然後她自學琵琶鋼琴 她自己學古代漢語中文 大學中文系 然後呢她又做了領導 然後呢她把我和姐姐教育得非常好 她過年的時候差不多要做五六十道菜 她一個人做 就是她是中國所有的女性的優點 於一身 然後從來沒有抱怨過 永遠開開心心地在幹活 她說 欸 四老師你怎麼那麼年輕漂亮 她說幹家務啊 擦地啊 幹活就會減肥年輕 然後對我和姐姐的教育 就是永遠是鼓勵式的教育 就是在她身上就充滿了力量和這個樂觀精神 所以我對母親就是到現在也很難學到她的這個精華部分 因為她是永遠是追求她自己的話就是施恩不圖報 然後就是她給予別人從來不需要人家回照的 然後她很幽默 她經常她有一天說一句話把我笑得不行 她說 所有的餡餅都是自己扔到天上的 所以當然呢砸到自己了 要說天上掉餡餅 然後聽起來很搞笑 但是其實非常有哲理 所以我覺得 呀 了不起她媽媽 所以我很幸運 我覺得周圍經常有這樣的好朋友和智者和長者 都會給我很多的幫助 田清新 田大道 我們是特別好的朋友 她對我也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我第一次開個人獨作營會就是在國家大紀元指上天下 馬上要上台的時候緊張到不知道什麼是緊張的 就是緊張 整個中央民隊團為我一個人協奏 那時候很年輕很小 然後做的非常大的舞台 然後有很多的領導來 然後她把我拉到台上 底下沒有人沒禁觀眾呢 大家去吃飯 然後站在台上 她說匆匆 今天晚上你的氣場要從這一直打到最後一排 然後你心裡只想著一件事自在 呀 那次真的是 皮虎灌頂啊 一下子就讓我 一下子明白 音樂的最高境界其實就是自在 演奏者本身自在了 觀眾就自在 一切就都對了 就是那個力量一下子就無比的大 年輕的時候就莫名其妙的焦慮 不知道焦慮什麼 後來一個好朋友很有智慧一個朋友 她說我知道你焦慮什麼 她說你害怕失去掌聲 因為你現在年輕你用一切 但是你害怕有一天你老了你失去掌聲 我說那怎麼辦 然後她說 當時那麼多年錢她說了一句話 不忘初心 她說你這一輩子喜歡自己喜歡 她說你能彈不就行了 你管有沒有掌聲呢 你只要你彈琴就行了 把醍醐灌頂 我就從此就是放下很多 就是說無所謂啊 你只要愛幹這事兒 沒人聽你自己愛彈不就行了嗎 就是把得失想著淡一點就好多了 明明就開始的時候 替你把它們進行 來看 你閉嘴 對 你閉嘴 對 你 啊 有 風